嗨,大家好,我是秀厨娘,今天去地里扒了一些野草盒来,我们拿它做一个好吃的。 大家认识这种野草吗?一般农村长大的朋友都认识,学名黄花蒿,我们这的方言叫麦好,记得小时候都是用来喂猪的。 自从知道图幽幽在黄花蒿中提取出青蒿素以后,这种野草就开始走上了人们的餐桌,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做个好吃的。 锅内加水烧至冒小泡,加入少许盐和食用油煮开,将载洗干净的麦好放入锅内,用筷子翻动一下,使菜受热均匀。 水开后再煮一分钟,然后将菜捞入凉水盆内,黄花蒿和季菜不同,这种菜有苦味,要用清水多投洗几遍,去除它的苦涩味才可以食用。 再换一盆水清洗一下,最后挤干水分备用。 将菜团切碎,最后再稍微剁几下,把菜剁得更碎一些。 将剁好的葱姜末装入到放入的盆内,加入盐、生抽、料酒,朝一个方向搅拌至肉馅上劲。 放在一旁腌制15分钟,将切好的黄花蒿放入到盆内,加入食用油,再来一勺盐,再加入香油,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。 这种野菜粗蛋白质含量丰富,营养价值比较高。 把饺子皮拖在手中,装入适量菜馅,先把饺子中间捏合在一起,然后两手虎口捏住两边,向中间一挤,一个漂亮的饺子就包好了。 锅内加水烧开,下入饺子,用铲子被轻轻推动一下,防止饺子粘锅底。 盖上锅盖,大火煮开,煮开后打开锅盖,加入小半碗凉水,开着锅盖煮开后,再加半碗凉水。 第三次煮开后,饺子就可以出锅了,营养美味,爽滑筋道的野菜饺子就做好了,特别的好吃。 大家赶快去地里挖点回来,包饺子尝尝吧。 喜欢的朋友,关注,点赞,支持一下。 谢谢大家,明天见。